不被套牢的股民就不是真股民 这句话从经济学家的嘴里说出来 真的是震碎人们的三观 那么难道说股民的底层逻辑就是去接盘 或者说帮助上市公司的高管和金融机构去致富吗 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 一个国家体系的金融稳定 完全就是从股债汇三个方面 而依次重要的去排列 股市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轻 但是股市也意味着整个一个国家体系里 经营的状况 还有企业的一个生存能力 或者是融资成本 那么像整个的债市体现了信用 而整个的汇率体现了国家的购买力 在前几期跟大家聊过 首先就是俄罗斯整体的汇率 现在央行也开始出手 而日本在最近的这一两天也开始进行一个作妖 日本的汇率重新的返回了149 而整个的美元指数是返回到了105 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不理解这一个1%的波动到底有多少 首先我们要考虑到我们人民币 比如说你印了400万亿 印了500万亿 那么你波动1%的汇率 也就意味着有4到5万亿 你的资金或者是相对来说 你的购买力会减弱 而我们整个花债刚是10万亿 而且是铺偿了很多年 3到5年的时间才能挤出这10万亿 所以说汇率永远是在第一位的 而整个债率 也就是说债市的这一个波动 意味着未来我们整体的一个融资成本 加上投资环境 在股市的方面 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 10月份和11月份 整个的成交量 也就意味着市场资金的活跃度 开始越来越多 并且也就意味着受到别人关注的 这种人数开始持续的增加 无论是这种90后或者00后的开户 或者说大家开始逐渐的选择 把这种存款转移到某些方面 无论是大型的金融机构 你选择了这种定投或者其他方面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整个的市场 由于10月份我们是经历的国庆 所以11月份我们成交量 可以看一下月K线和周K线 明显的可以看到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 牛市初期的资金量的一个体现 而在市场上你也可以看到 比如说星期五的收盘 流入的资金 流入了哪些的概念 或者流入了哪些的行业 其实在这里一直跟大家强调 股市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个买一个卖 但是为什么多数的人都是挣不到钱的 我们普通人其实智商的话 大家都是在90到140之间 没有说有绝对的天才 进入到这个市场 闭着眼睛就可以挣钱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优秀的操盘选手 或者是所谓的明星选手 他们都是在整个的市场中 体会到了阵痛 而你经过统计或者是个人的成长 你会发现 其实整个的一个成长的循环 或者说你从一个普通人变成稍微富裕 变成一个极度富裕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操作方面对你的影响不会特别多 真正对你影响的是第一 你对钱的认知和你对钱的一个理解 第二就是你的性格 性格真的决定了你很多投资方面 还有就是你对自己的执念 在这里跟大家去聊一个投资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手法 就比如像打扑克 那德州里面有一种叫做入持率 我们就可以看到 整个的投资市场 其实也是你要去控制一个入持率 不是说你每次拿到手里的底牌 你都要去梭哈或者凹印到这一局里 一局定胜负 一局定生死 这个是在投资里是一个特别大的机会 而在整个的市场中 它会有不同的诱惑 就像很多人去所谓的信仰的K线理论 你会发现十次吸引你入局 有九次都是骗局 只有一次可能是真的突破 那么你像市场上卖了那么多的书 给你说这种理论 什么这种战法 无论是什么筷子 或者波浪 或者什么周期 所有的这些东西 它70%都是可以被人为固定设定的 所以这个就跟大家聊的 真正决定你去致富的 完全就是你的性格和你个人对钱的一种执念 然后我们还要去考虑到整个宏观方面 在12月份我们会开两个重大的会议 也就是说中央政治局会议 还有对于我们2025年整个金融工作会议 那么也就意味着未来我们要去扶持哪些方面 其实前几天也跟大家聊了 整个的深圳这一个概念 你会发现深圳境内境外的上市公司市值突破了15万亿 而且大量的去扶持这种专精特薪的高科技企业 并且把一些企业作为后备力量去录入到后备库 并且希望可以让这些企业越来越多的进入到上市环节 而整个广东省大家也可以看到 上市公司在整个A股市场上的占比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欧洲中国和美国这三大体系 或者是三大GDP的一个对比 明显的可以看到美国完全的是承载了这一次AI的东风 并且把很多的市值企业全部的推上去了 我们去看到整个的欧洲 你无论是从以前的古文明 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 或者说他们的文艺复兴 两次的工业革命 但是为什么欧洲现在已经开始逐渐的弱化在整个金融体系下的一个存在感 美国股市排名前五上市公司的市值等于欧洲600强 整个上市公司所有的估值架在一起 而世界前20的市值公司里 欧洲只占了两个一个是SAP 另一个就是阿斯麦 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明显的看到 美国这一次很多的企业 比如说苹果 谷歌 或者是英伟达 这些呢全部是承载了AI的东风 而对于中国的估值来说 我们替代了欧洲 或者是我们作为全球加工业的一个基石 那么我们人民币的估值 其实背后也相对来说是有我们这一定的比例的 就像现在整个美元的超发 那么美元背后占的是他们的科技 或者是他们的军事 而欧洲他们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汇率 现在几乎的话是1.06到1.08之间对比美元 而整个的市场在我个人的印象里 其实欧元刚开始的时候 它的估值是很高的 10以上 而且明显的可以看到2008年的时候 欧洲整体的GDP和美国是相当的 但是08年自从美国的金融危机以后 随着我们可能承接了一部分美债 欧洲呢一些企业开始逐渐的去转移 到了现在这十几年的时间 你会发现中国的GDP已经超越了欧盟整个的GDP 所以欧洲现在呢 可以说是完全的日落西山 当然这些原因呢有很多方面 无论是他们整个的监管 他们这些态度或者是他们所谓的这种圣母心 但是你明显的可以看到作为欧洲的经济火车头 德国他也没有承载AI的东风 甚至说他传统的造车企业这一个套路已经玩不转了 因为中国的很多无论是所谓的我们弯道超车 或者说我们生产出的其他可替代产品 那么也就意味着全球的蛋糕其实就是那么大 谁多吃了一口 那么意味着别人必然是少吃一口 所以现在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重新洗牌的阶段 你会发现整个欧洲那些相对来说 就是比较经济差的地方 他们的薪酬其实就是在600欧到1500欧之间 你如果换算成人民币 就和我们大城市北上广深的平均工资是一个位置 而甚至说那些国家大部分比如说比较贫穷的 什么拉脱维亚立陶宛 那可真的是逐渐的很多失业的女性 或者说他们就游走在这种所谓的边缘底线 也就是说意味着可能出卖自己的肉体去换取一部分的收益 这真的是存在的现象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人开始逐渐的走出去 并且带出的那种民族的自信 随着我们经济的增长 这种自信也开始逐渐的增加 这个都是真实可存在可以看见的事情 然后今天时间的观念我们也讲的比较多 也祝大家12月份的第一天开始有一个良好的开始 然后也去迎来未来的2025年 大家都可以有一个致富的一个好目标 今天我们就闲聊到这里